一半小時比計劃過 但我已經是 本來是充滿喜感的朋友 好 來 就從這邊 太好 我可以搭配他的聲音了 他們是叫他哈死喔 哈死 他們是叫他哈死喔 這場是哈死跟那個TOO的 哈死這邊 開場 很早很早就會過來偵查喔 哈死 哈死這個建築學是等等 等等還會再放一個東西把 左邊那個血波整個毒死了 哈哈哈哈 仔細聽德文就是英文 哈死這邊 哇 四水晶 這個礦可能要退了 這個礦可能要退了 我以為他要讓那兩隻工兵坐牢 喔呦 TOO這邊是 蓋 蓋 造反場欸 我覺得我可以把他聲音關起來 對 應該不需要他的聲音 哈死這邊兩個光砲已經蓋好了 第三個光砲也要蓋好了 基本上這個礦是穩掉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守住了 奇怪 我這下面那一條怎麼按不掉啊 用掉 TOO最早是人類 對 後來變重組 好這邊用那個 結尾獸加蟑螂要來拆這個 拆這個光砲喔 這也是算第一時間做喔 如果說這邊只有一個光砲的話 其實重組可以硬蓋那個主堡 因為那個血增加輸入比光砲快一點 那如果是兩個就沒辦法 這樣子有賺嗎 我認為 差不多吧 算是 小賺一點吧 好 那 如果是按照哈死之前的 打法的話 他這邊應該是會下VS 然後出限制來戳那個 戳結尾獸 好 你知道TOO之前被 譽為 戰術 戰術天才阿 戰術大師 是他尷尬的是怕哈死的那個 VS爆開喔 不是那個水晶塔 他那個VS的水晶塔爆開 這樣沒有辦法出先知那就爆了 你看 這個如果 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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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剛剛沒有出來 水晶塔就被打掉 這就爆開了 六百換三百五你覺得不賺 但是你要考慮到 蟲竹沒有二框的話他會沒軟 所以說蟲竹會爆錢 他原本可以把那些錢拿去補公兵 變成只能補蟑螂 那時候裡面 大家有個東西跑出來 啊 啊 啊 清掉了所有的水晶塔 那我們看一下雙方的工兵 哈死這邊是領先12隻 雙方 蟲竹三框都還沒開喔 這絕對是神族優勢喔 有很不爽嗎 還好吧 搞不好他其實很爽 你知道嗎 你說哪時候啊 你要講個時間點啊 你說這時候看到這個 這個先知嗎 看到這個先知 基本上重築已經輸了 所以聖會怎麼想啊 他也想說 啊 怎麼動作先知啊 GG 這就是聖這時候的想法 好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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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下一把下一把下一把 看這個時間軸 下一把應該是超級快就打完了 是不是 欸沒有欸 等一下拉一下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小心爆雷了 好 第二把 我哪有說到壞話啊 我是合理分析他那時候看到 他四隻後寵 看到對方五隻先知過來什麼感覺 肯定是 啊 怎麼那麼多先知啊 啊 沒得打啊 好 好 那個黑車掌一樣也是很早就過來偵查 好 看到對方裸霜 然後下一個BS 目前還沒有看到對方的瓦斯喔 那一般來說這時候神族應該要是 那個干擾 蟲族速開山礦 對但是因為對方一直沒有蓋瓦斯 所以黑石想要確認 對方到底有沒有蓋瓦斯 所以又在他家基地多待了一下 San當時打TOO對不對 大人打小孩啊 哇這個水晶塔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是其他人喔 可能對方那個他就不會那麼怕 但他這個ID叫做哈死啊 好 把下面讀起來留左邊一個洞喔 好 TOO TOO絕對 絕對不落齁 但不是頂級的 他 TOO就像是那種去海產店叫一隻 三五千塊的龍蝦的感覺 但如果說你要拿他跟大可比的話 那大可可能就是 吃一餐要五六萬塊的高級鮑魚 好 這狗進來看一下 引誘一下喔 看能不能把那個狂安士引走 這個是一個小細節喔 就是 如果說今天狂安士站在那邊沒有按H的話 對不對 你狗走上去往後走一下 有可能那隻狂安士會被你引出來 這時候你的狗就可以溜進去了 那 但是基本上我們 我們 他們這種頂尖選手 是不會犯這種失誤的 對不對 但是這就是一個小小細節 我 我大概就是那個菜場 我大概就是那個菜場 不是 不是有那種 老闆給我 給我來一斤那個撲拉儀 我是裡面那一條撲拉儀 哇 QK感謝HOST 感謝 RB是什麼 我想想 你應該算是那個 日本 去日本 去日本走在路上對不對 那個 道頓爵那邊 有那種 超大螃蟹的招牌 不是在那邊 大雜蟹在那邊 手在那邊 動啊動啊 大雜蟹 齁 你就是那個店裡面的 那個 的那個 餐巾子 不是啊 不是啊 你是裡面的 我想一下喔 你就是大雜蟹裡面的蟹黃 你就是蟹黃 帝王蟹的蟹黃 捷鬥喔 幹我菩拉儀 我菩拉儀怎麼打你一個蟹黃啊 我打不贏啊 你是蟹黃欸 他那個帝王蟹 一刻 要幾萬塊的日幣的啊 好幾萬日幣啊 光那個蟹黃的價值 哇 別說啦 那個蟹黃價值 搞不好三五千塊 都還買不起啊 這可 這可 這可不是那個 這可不是龍蝦可以比你啦 好 這邊哈死 妹妹你不要亂動這個啦 哈死這邊要打我剛剛講的那個喔 我剛剛不是有說這張圖 如果說你用那個 哨兵加不休者 不休者不一定要兩隻 一隻騎就可以 那個timing就很強 就是 你一隻或是兩隻不休 然後帶大量哨兵 然後你到 前線的時候 刷很多很多的教室 打三礦 這個 妹妹啊 他那個 如果說可以站到那個 三礦的那個位置 就我剛剛 我剛剛前面稍早提到那個位置 如果能夠被站到那邊的話 那衝突基本上很難解 很難解掉 但是我看 黑石跟他也是應該是要被解掉的 這個TO 這個 包夾感覺是非常到位啊 兩邊不停的 不停的勾引 不停的勾引 哇 黑石這邊看起來有點危險啊 好 腰壓拉過來了 我相信這邊TO一定是準備好 這邊應該有想像不到的東西 有 很多刺蛇 狗這樣包起來 哇 哨兵力場放不錯 但是狗貼身了 狗已經近身了 OMG 哇 這邊哨兵 哨兵死傷慘重 已經沒有後續 只剩下大概 七八八力場 但是這邊TO的刺蛇已經很多了 哇 狗又包上去已經沒力場了 OMG 看來黑石這個 最主要是那個狗沒有隔好啊 他被那個狗近身殺太多的哨兵了 他如果說今天是 多刷了 再讓他多刷一輪兵 他那個狗就算貼上來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傷害 但是剛剛他兵太少了 他被狗貼到的時候 他的哨兵都是用他的肉體去感受那個狗的攻擊力 所以哨兵死太多了 你看 不過黑石 他還是非常的勇敢喔 他在撤退的同時對不對 不休止 的頭 還是面對敵人喔 雖然說沒有射 他還是勇敢的 他還是勇敢的面對他的敵人喔 雖然說他是在撤退 怎樣 流汗啊 我看流汗很正常吧 很熱耶 不好意思我開27度 那跟送風沒什麼兩樣喔 你可以不要吹我會感冒 你不知道 幹你 揍你的毛 你不知道喔 他要說流汗開冷氣又要流汗 電風燈吹你又要感冒 我們實況主是不能感冒的你知道嗎 有病 我如果感冒了我怎麼開台 這邊黑石已經大傷了對不對 大傷了 但黑石 黑石剛剛雖然說大傷了的情況下 他還是有 騷擾到對方一點點攻兵 唉呀這邊又掉一個人進喔 糟糕 黑石看來這場真的是很難打 這邊哨兵力場還是不夠多 這四隻大概放一輪就沒了吧 雖然說站在那個位置是很強沒錯 但是 但是力場太少了 再往前一點 對就這個位置很強 但是他這個這個位置放立場 也是要有個五六發槽辦法把這方完全隔住喔 所以他這個哨兵其實不夠多 不夠多的話到那個到這個地方攻擊 其實就沒有那個威力了 好這邊要做雙線人進要丟進去 人口差30了其實很難打 因為黑石 唉呀這邊 喔 T.O.T.O.有做防守啊 他知道說你今天沒三礦 你們看T.O.小地圖你們看一下 三礦那邊T.O.有放一條狗 然後 那個 下面一直線那邊有放一隻王蟲 所以他確定黑石今天是沒開三礦 所以說在黑石沒開三礦的情況下 他要怎麼打贏T.O. 要嘛就是所有兵都在正面嘛 要嘛就是打雙線 那種封口啊就是幹嘛 反正就是打其他種雙線 那剛剛T.O.O.已經掌握到黑石的正面其實兵力 他已經做出了足夠 他已經 那個 部署了足夠多兵力去擋住正面了 所以他就把多的部隊拿去去防空頭 所以說 黑石剛剛那個空頭是完全失敗了 那這邊開這個三礦其實已經是經濟落後很多 這時候蟲族只要把兵爆出來反打 黑石很難守啊 我怪手哥要睡了是不是 怪手哥好好念書啊 你可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喔 哇 引刀靠賽 這邊黑石還想要隱藏他引刀的一坨 因為他如果說引刀 哎呀不行 這完全沒辦法 太多了 還有盾地獸啊 一個旅客 把礦炸掉 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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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炸 這完全沒辦法 好這個要跳啦 GG 因為這個引刀靠賽 失敗基本上已經摧毀了 黑石心中最後一條 勝利的火苗 希望的火苗就這樣子被捏掉了 好那這邊跳就是2比0帶走的黑石喔 那我們直接跳 我們直接跳下一場好了 黑石打 他這邊是復盤是不是 不是不是 1比1是不是 1比1是不是 我搞錯 這是第三場 抱歉 我還以為黑石已經輸了 原來是1比1 好第三場 第三場是什麼 奧德賽 奧德賽 右下角是黑石 左上角是TO 很累好嗎 我跟你講我很困 我已經跟你說 我現在這個時間我在睡覺了好嗎 11點48分 都11點欸 已經11點了各位 你還不睡覺嗎 你們知道 如果說你們現在在 電腦前的你 如果是國中生 高中生 或是國小生 你知道嗎 你現在不睡覺 你會長不大 你知道嗎 你會發育不起來啊 你會變成迷你的 迷你的 迷你的 迷你的小孩 會長不大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已經 已經二十幾歲了對不對 那 李莎 李莎這時候不睡 他是在 吃你的身體的老本啊 你現在覺得沒什麼 你再過個五年你就會感覺到 哎呀 怎麼身體總是疲憊啊 對 那根本不用說 你是他如果是三十歲 三十歲到 三十五歲的這種 哇 這時候 你還不睡 你肯定 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才不睡 那就沒關係了 但是你一定也是想睡的嘛 好 妹妹啊 妹妹啊 爸爸 妹妹你媽生寶寶 妹妹你媽生寶寶 找個帥哥哥跟你相處一下好不好 找個帥貓咪跟你玩好不好 要不要找帥貓咪 這邊 這邊一定會飄的啦 因為 四條狗是覺得打不贏一隻教室 六條都打不贏 八條都不一定打得贏 哇 引刀 欸 VR 先VR再引刀 不對不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流程不對 他下什麼 提速狂 如果是提速狂的話 那這樣的話 他應該等等會停氣喔 大概 你VR放以後對不對 你只要流 流一個母劍核心的氣 欸 他有停嗎 他停了 他太晚停了啦 其實 其實他剛剛 母劍核心按下去 他就可以把瓦斯停停喔 但他沒有停 這樣的話 他這個流程並沒有最佳化 頂多 就是完成了95%而已 畢竟他多踩了80個氣 80個瓦斯 好 飄上去 欸欸欸 沒空好 哇 HES放A 好可惜喔 HES應該要直接搶點那個弓兵了 明白 開什麼聲音 R1 XNNNN 你說什麼 開什麼聲音 你說 影片的聲音嗎 確定 五六七七兵萦 好這邊 人進過去了 這邊是提速狂加引刀喔 他後面接的是引刀 所以他這個狂是 好像可以打了一點東西喔 這要走了吧 這要走了吧 他硬刷耶 這硬刷有點拚啦 繞了一圈 這個等等應該是把狂安士丟下去 然後引刀刷主礦 然後引刀去強砍那個二本 我這個已經看穿了 黑蛇戰術喔 不過因為你知道那個狂安士打得太保守喔 所以那個TO應該會有感覺到說 這個狂安士怪怪的 他又沒開三礦對不對 然後這狂安士的那個走位又怪怪的喔 這應該有鬼 所以你看TO這時候放了防空塔 他覺得有鬼了 好 強砍砍掉 好 至少砍掉一個礦 這個 蟲竹因為要防這一波 他其實沒升二本的 那這樣有砍掉這個礦的話 其實 呃 我是覺得沒有很賺 但是有砍掉 欸 他幹嘛要走勒 為什麼不砍掉這個礦啊 我覺得這個礦砍掉的話 神族是可以打的喔 雖然說他這波砍掉以後 他很怕對方蟑螂反打 但是 但是假如說對方蟑螂沒有要反打的話 他其實是完全能打 那炸彈防打蠻麻煩的地方是 那個 因為 黑石上他的兵 其實有點被蟑螂課 而且那蟑螂可以買地 所以等於說 在完美操作的情況下 蟲竹幾乎是不損兵的 這時候 黑石 呃有啦 黑石可以出個VR 他可以出個小眼睛啦 所以 所以 埋下去的東西打得到 喔 不休著 喔 白球摸起來 你看雙方人口 其實這個人口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是冰種有點 冰種 其實我覺得能打 冰種是有點嗑到啦 因為畢竟蟑螂打狂戰士 狂戰士還是稍微吃虧一點 但是神主這邊有不休者 有不休者就有希望喔 現在都不能不休電梯留嗎 可以啊還是可以不休電梯 但是你把你的人鏡如果架起來的話 對方的結尾獸就可以砸在你的人鏡上面 但是你用電梯留其實也不需要把它架起來就是了 人鏡這種飛行模式也是可以架起來 啊這邊要搶點這個礦 但是冰要死掉啦 兩隻喔兩隻很強喔 我的生理時鐘告訴我 這就是我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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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TO這邊要再打一波 黑石這邊已經是彈盡兩絕了 你們有看到他的收入嗎 只剩下一塊棒 等一下 我的手機在叫 為什麼西旅跑出來講話啊 嚇死寶寶 欸妹妹喔 妹妹你不要干擾啊 你睡桌子就睡桌子 你不要按我鍵盤啊 你是不是皮在癢 要幫你抓癢啊 蛤 好 幫你抓癢 妹妹你的毛怎麼這麼柔軟啊 再來一波 完蛋了 黑石已經真的是沒錢了 這黑石真的是沒錢了 因為前面選擇的戰術是兩礦一波嘛 對不對 在你沒有打下來的對方情況下 其實你那個時間點已經拉長了 你的主礦已經差不多快要枯竭了 那這場黑石就打到那個主礦 主礦應該是有四顆枯竭啦 現在四顆有得採 有四顆枯竭 所以後面經濟有點跟不太上這樣